是深好事成 你说之前说过故事 在战乱的时间 在明目清初 战乱有个孤儿女 父母死了打仗 流离浪荡做黑衣 那时候她只有六七岁 每天就要黑食 黑食但人们虽然战乱 每逢节日 神诞 佛诞 黄大仙诞 什么妻诞 很多人都在庙里还神 有一年有一次 我忘记佛诞 多数佛诞都在庙里还神 每个人都买香油 买些 生果 生果 贡品 去还神 那这些人 为什么这么多人去买 听人们说如果去贡佛 或者去添香油 今世这么穷 这么苦 他那时只有十岁八岁 我都希望将来来世好 他只有两毛钱一身 他就去找习货店的老板 你跟我买两毛钱油 可以不可以 他说你买什么 黑衣女 我买两毛钱油 去供佛 他两毛钱油没得买的 他说你给我吧 我这么苦 别人说去供佛 有好报的 我去买供佛 我只有两毛钱 你给我买了 我今天不吃饭了 他连夜晚的饭都不吃 我真的买了 感动了那个杂货店的老板 哎呀你这么诚心 好了我买给你 不多两磕给你 我拿去那间庙里 去那间庙里 他就叫我师父仔 和尚仔在那里 那个主持在那里 他说黑衣女 你走来到什么 你一边捐来捐去 那小路你出发 我说不呀我来供佛 他说为什么要供佛 他说我不够的手 不够高 放在油灯那里 你帮帮我吧师父 哇你这么诚心 是啊我现在 我今天不吃饭的 特意买 要吃饭钱买了油灯来供佛 那个老和尚当时下调 你为什么会买了油灯来供佛 我今天买钱买了两毫子 但是我特意来供佛 我连夜晚餐饭都不吃的了 我叫老板买了 他都买了两磕给我 我和尚立刻召个徒弟来 你去我睡房 拿一件大红袈裟出来 那个主持 叫他师父仔 你给我拿一件大红袈裟出来 那个小姐什么事 没有搞错 这么多大师主来供佛 供佛 放下这么多黄金 你都没有穿大红袈裟 你快点拿一件大红袈裟出来 拿一件大红袈裟出来 和这个女孩上乡祝福作法 多谢她那两毫子的供佛 搞了一轮 老和尚送了她走 送了她走之后 过了几年 她在街上被人枉杰黑食踢 平平白白有人出巡 那个观察踢了黑衣兜 连个人都踢到躺在街上 原来官太 官太出巡 坐在老爷子的观察 说你们怎么这么残忍 踢下个小女孩 扔她 给你回家 帮你敷药 拿到家 回家 看到她挺精灵的 好微好貌 问她生世 她说我没有 我在街上黑食 没有父母 她说这么可怜 你这么好样 你不如跟三姐学做事 但后来别乞食了 在这里住不住 她肯学习 她乖 在这里住了几年之后 十六七岁 那个官太病死了 病死了 临死之前交代她老公 她老公说我不娶老婆了 你死了就算了 我不再继续 她说不行 她说你娶这个女孩做老婆 因为她一向会服侍你 我不希望她死了 她都走了 怕她离开 去其他地方打工 她说你娶她做老婆 那没什么 你老婆都一定要我娶 她接受了 那个原官 娶了这个黑衣女 做官太 做官太很厉害 穿金大银 一方之主 性格不同 真的做官太 回心一想 真是靈 原来真的在那个庙子里 供阿佛 我和尚捉阿福 这样就靈了 她那时候就去了一个园 如果我有朝一日 那个环境就好了 我就会来重修这家庙 再来供养 这家庙的真人 供养那个佛祖的香油 再去 她就去还原了 带了很多徐从 再去这家庙 那个老和尚仍然在 她说大师大师 十年前 很感谢你帮我祝福 现在我做了官太了 这里一千两黄金就交给你 你给我重建一间庙 这五百两就给我添香油 那我老主持 我放下就行了 叫和尚仔 跟她念两个经 叫她两个和尚仔来 好了 这个乞与女的官太 发火了 什么没搞错啊 大哥 我当年两毛钱而已 你亲身来祝福许元 我念经 两个态度完全 今时今日 哇 大概给了一千两黄金 你没料到 整条小子来 跟我叮叮茶叉算数 就吵起上来 就是 跟老和尚吵起上来 你不行啊 大师你这样 不通啊 大哥 起码练回几天几夜吧 那我老主持就告诉你 他说当日你不吃饭 拿那两毛钱拿到来 这个心力呢 是你新人存互身家 不只还要不吃饭拿来 这种心力 如果我本身不亲身 来和你念经祝福呢 我们家庙承担不起 但今天你的千两黄金 不及你当日的两毛钱 所以不需要我帮你祝福 施主请行 那我黑衣女就明白了 你现在你怎样一千两黄金 身家呢 是不是呢 你都给你一千两黄金 但当日你身家 性命都只有那两毛钱 你可以不吃饭 都拿来供佛 供香油 我亲身不来 给你祝福呢 我们担不起你这种力 唯有自己亲身帮你祝福 但今天在你眼中的千两黄金 不及你当日的两毛钱 那不重要 但他当然都很深有好报 一念之间行了善 中了个恩 所以我教一些网友呢 说那个钱商 你一定要拜钱 你拜一毫子都行 有一个种子嘛 就是说 你想吃荔枝树 你都是粒荔枝的种子 种子成了棵树之后 就有很无数种子 再播出去 你就很厉害了 回来的报书 就是那个恩果的力 回来 如果你连那一毫子的 报书行为都没有呢 你口吁吁 很多人修墨中法 祝福那个 祝福那个 保佑那个 保佑那个 空花无果 你没有做世间事 没有那个恩果力的反射 所以你经常 有些人 学习不成三大害 人修佛 他修佛越修越穷 就证明你不如法 你不相应 你在修学习的过程 或者信耶稣 信上帝 那个过程 基督教都有人天福报 所以犹太人 一向那么有钱 他一直是布施的 他有反射 回来给他 他们用宇宙的恩果力 那个恩果力 没有宗教在那里 它是一个法则 你这样做 就是这样的了 是没得解释的 是不可以解释的 宇宙的恩果运作 是这样的 他情况就是这么反射 不管你什么人 他没有善恶的 宇宙的恩果力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就是一个故事来的 很快 太太太送了 死你又来 对那 这个是好 我妈咪不过 我妈咪不过